位於都市中的河岸景觀豪宅 上百名的空間規劃 帶我們進入幸福大飾演的設計師 就是張靜鋒 這一段幸福魔法師 觀眾朋友我們要大飽眼福了 因為我們要帶你來看到的 是豪宅等級的居家裝潢 它的整個生活空間的動線 規劃 包含主人的一些隱私的設計 都含在我們裝潢設計的空間感裡面 張設計師 怎麼樣才可以打造那種豪宅等級的空間感 我們就藉著今天的一個案例來介紹 因為它是一個市區的河岸景觀豪宅 有市區 然後我想我們在這個作品當中 藉由幾個概念來設計這個空間 第一個是借景 因為它有很好的景觀 所以我們要借景 如何把戶外的景觀 拉到室內來成為我們的畫面 第二個我們希望打造 公司領域區隔 然後把公領域的空間層次做出來 私領域的精品生活給放到裡面 另外公司領域之間 我們有一個中介空間來做轉圜 那這樣的一個空間平均就會 相當於一個豪宅等級 對 居家生活空間 對 室內空間全狀屏數有103屏 實際屏數70屏 河岸景觀豪宅作響天然美景 穿透感的開闊設計 讓公領域的每個角落 都可以欣賞戶外的美景 同時公司領域分明 庸人也有自己的動線出入 所以公司領域的動線規劃 是一大設計重點 讓屋主在公領域享受精品的生活 在私領域保有完整的隱私空間 當然我們知道你公領域 把握的設計原則 應該是讓它的空間感很好 對 就是我們把公領域的部分 分了幾個層次 第一個就是客廳 餐廳 還有輕食區再帶到熱炒區 那這幾個空間層次 可以把我們的視覺 統統融合在一起 也就是說我們所謂的 視覺穿透的東西 在這個空間當中可以表現出來 它可以保留原本的大 可是空間的一個區隔 確實很清楚 我們藉由一些 比如說食材電視牆 還有一個島巴 來區隔幾個領域 那私領域的部分呢 私領域部分 我們經過一個起居室 這個起居室是從大玄關 就帶進來了 從起居室再到我們的書房區 這個書房區我們是有區隔 可是它卻視覺上還是穿透的 經過這兩個區域呢 才會到自己的房間區 所以私領域呢 讓它整個拆蓋在另外一邊 那公領域這邊就不受干擾 私領域也不受干擾 而且你的私領域 我們剛剛看了一下 它走的是用比較精靈等級 去打造的私人領域空間 對 好 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真的大飽眼福 而且這一段非常精彩 我們就請張設計師 帶我們先從這個 豪宅等級的居家裝潢的 玄關開始看起 好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玄關 我覺得它本身是一個低調內斂 有點小小的質感的一個玄關設計 對 因為這個玄關呢 我們希望把它放大 做大 因為它是動線的一個轉折處 那在這邊呢 我們還是運用了一個穿透的手法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 鏤空的鋼板 我們去把它做成穿透 然後它就可以從這邊 繞到一個私領域的一個起居室 那在我後面呢 它這個鞋櫃呢 我們把它做成對稱 因為它收納量要夠 所以這個對稱的設計呢 它可以提供足夠的一個收納量 張設計師通常啊 我對玄關的第一概念 應該是門一進來的玄關 會放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對… 可是今天位置有點不一樣喔 對 因為我們希望把它做錯位 所以一方面讓客廳有一個更好的安定面 一方面呢 其實我們借著這個錯位的一個 它其實是夾沙玻璃 它可以隱約看到我們的合景 OK 除了可以看到景觀之外 你也把採光放進來了對不對 是…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屏風 稍微位置移一下錯位 它的視覺效果就非常的好 差很多喔 除了錯位 它其實借位的效果非常的好 而且客廳感覺是更有依靠的感受 是… 剛剛你也有聊到說 玄關它算是一個動線的中樞轉運站 對… 所以進來之後 我們往右手邊進去 這裡就是起居室 起居室 所以如果趕快往來有客人來 我是小朋友我回家 對 不會干擾 對 因為還沒有換衣服之前 我可以先從這邊就回到我房間 對不對 對… OK 那接著下來 我們就請張設計師 我們走這條康莊大道 我們先到客廳去看一下囉 哇 其實已經到這個客廳 就會心情很愉悅 然後因為很開闊你知道嗎 所以整個心情會不會完全的不一樣 因為在公領域的部分 我們每一個位置 都可以看到我們的合景 我們利用一個 視覺穿透的一個手法 讓這些空間都能夠 一保這個很大的景色 很大的窗景 完全沒有被任何的東西給遮擋住 主要是因為它原本是一個毛胚屋 我們在毛胚屋當中能夠發揮 把這個所謂的豪宅概念的東西 更融入在裡面 所以我們把這個客廳 餐廳 跟輕食區 熱炒區 一個層次感全部做出來 可是每一個位置 都能看到我們的景觀 OK 對 它是環環相扣的 可是它的每一個區域的獨立性 還是很完整 對 雖然它視覺很穿透 可是我們把空間的區隔 領域的區隔還是很清楚 比如說客餐廳之間 我們用一個大理石的食材牆 來做界定 然後為了視覺上的一個穿透 我們高度是有限制的 可是它量體卻是很厚薄 然後在餐廳跟輕食區之間 我們有一個島巴 這個島巴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互動 也就是說在那邊可以喝咖啡 倒一點紅酒 紅酒 對 然後就可以跟客人之間 有很好的一個聊天空間 然後又到處都可以欣賞到美景 對啊 所以空間 你難怪我會覺得心情很好 因為它空間是非常開闊 我覺得這也是 豪宅如果設計的話 以毛佩屋來講 也是它的一個很好的優點 你空間可以讓設計師 幫你規劃的發揮 對…因為我們就可以任由發揮 我們想要的一個情境 OK 好 各位 你們現在來看到 這個電視主牆面 其實它做的質感非常好 而且你在色澤跟選材上 有特別用心 對 因為 因為它是一個空間的一個聚焦的點 這聚焦的點 它除了界定空間以外 它量體 我們剛剛講厚寶 厚寶的話 我們希望打造它是一顆石頭 變出來的東西 雖然它都是接的 可是我們把它接得非常的 紋路都對得很清楚 然後所有的接縫處都在轉角處 所以你會感覺這個銀弧 是一顆石頭 而不是接出來的 而且你會發現 它的這個對花 除了我們正面視覺看的對花 它連轉折處 它的這個花紋也都有對到 對不對 對 它對出來才會像一顆石頭的感覺 背面 而且它是美背式 因為我除了在客廳這地方 看電視主牆會看到 餐廳也會看到 對 所以繞一圈都一樣 都一樣 所以這個質感很好 不過我當然 一進來這個空間當中 因為覺得空間非常開闊 沒有阻礙 但還是會有一個問號 想要問設計師 怎麼可能在一個空間當中 沒有良用 沒有住空間 可以這麼開闊 這麼好用呢 過來 我秀給妳看 OK 其實這個空間 原本它有一個很大的圓柱 是它的主要結構 我看到 真的很大隻耶 它很破壞原本我們要的一個景觀 所以 我們就用 我們就用空間當中 一個主要亮體 就是我們的銀弧 讓它化成跟銀弧顏色一樣 這是一個仿視器 因為一個圓形的柱體 它很難很難 用任何材質去包覆它 因為它不像說紙面的東西 有很多材質可以運用 一方面我們就把它融到空間來 它就不見了 融到空間來以外 我們還得到一個好處 因為我們電動窗 可以收到它的後面去 OK 所以我會有一個錯覺 就是這根柱子也是 銀弧大理石的實處 其實它只是一個仿視器對不對 真的 這根柱子結構住它 很難把它忽略跟拿掉 可是它可以換一個角度 融在空間跟設計感裡面 對 另外涼的部分 其實它房子很高 有3米6 所以我們把天王板 全部做在涼下 然後在我們的一個 空間界定的一個點 再把它做上升 來去掉主燈 這樣我們就看不到任何的 涼柱在這個主要的公里域空間 難怪我說我進來就是心情愉悅 因為它的整個空間感 穿透感也很好 然後視線跟View都沒有被切割 這就是今天設計師巧妙運用的手法 把涼跟柱的問題給修飾掉了 是 我滿喜歡站在現在這個位置的 因為哪怕我在輕食區 都還是可以看到戶外 你接近來的景 對 在這邊餐廳跟輕食區 它其實是很好的一個互動位置 那這樣的一個互動位置客人來呢 我們主人站在這個位置 跟餐廳的客人呢 或者跟客廳的客人呢 其實都可以講話的 而且景觀最好的一個位置 就在這裡 四面八方都看得到 而且我覺得還滿貼心的 這個地方是輕食區 轉身玻璃拉門進去的話 就是一個熱草區 我覺得不管是不是豪宅 你居家生活的規劃 輕食跟熱草區 都可以像這樣子分開來做 是 好囉 接下來我們帶觀眾朋友 去看一下 以這種金鼎等級來打造的 私人空間領域 OK 現在我們來到這是玄關 也是它動線的一個中心集散點 我們準備要進入私人的領域 去瞧一瞧囉 在進去私領域之前 我再來介紹一個空間 因為客人來總是要上廁所 我們這邊有一個 客人專屬的廁所 那進這個廁所 因為在這邊玄關處嘛 我們希望它被隱藏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隱藏門 感覺是個牆面對不對 對 就不會那麼明顯像個廁所 OK 所以這一間是專門給客人使用的 對 所以客人 又不用進到私領域去上廁所了 這樣子公私領域 真的分得很清楚耶 緊接著我們要轉身進到這個是 起居室 起居室囉 它的空間穿透感很好 視覺穿透非常好 而且設計師 我看到你的用心了 你這個地方做鏤空的 鐵板雷射切割 讓空間當中 其實它還是有穿連性 視覺穿透又在這邊被表現 好 我進去看看 我現在帶的空間是玄關喔 但不用擔心 我馬上就過來找你們了 就是轉個彎進來就是到了 小起居室的這個空間了 這個轉環空間呢 我們有起居室還有書房 嗯哼 這空間雖然是二合一對不對 二合一 視覺上是二合一 也是視覺的穿透 但是它區隔成兩個空間 這就是我剛剛說 如果家裡有客人 你回來不想要直接就 拋頭肉麵 或不熟不要打招呼 你就玄關繞進來 就到這個起居室就好了 對 對不對 對 好 來看一下 它跟書房是二合一 這個櫃體是整片 做到書房去的 對 因為我們希望 讓書房看起來更大 可是區隔呢 不影響到動線 所以它有個框 框到外面來 空間的區隔也很棒 你是用這樣玻璃 這種穿透感的設計很棒 玻璃它可以界定嘛 那框也可以界定 所以它這個地方 它會有兩種定義 框內也可以當作是書房 在視覺上 可是實際呢 它用玻璃隔開 退比較後面的書房 所以無形中 會讓我們有一個感覺就是 它的這個起居室空間 其實哇 超大的 對 張設計師 進到私人的裡 我想問你 這個當中 到底有多少個房間啊 我們只規劃三房 所以它可以有 足夠的空間 來規劃赤足臥 那赤足臥 它也是套房 它也是有廁所的 那在赤足臥當中 我們定位就是 一個父母房 所以它能夠一樣 有獨立的 自己的衛浴設備 這就是毛培屋 我們在讓設計師 做重新規劃的好處了 對不對 對 那因為我們整個 私領域當中 把房間全部放在後面 所以整個廊道 也是非常有私密性 在這個走廊當中 去到三個房間 都有很好的一個私密效果 就從我們的 這個起居空間 這樣一路連的走廊 這樣子進來 是 隱私性真的很好 對 那這個房間 它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因為它有一個轉角窗 那我們把它選為 赤足臥的話就是 父母房 在這個位置 它一樣有獨立 自己的一個室外床景 所以採光面 也是流到最大的 流到最大 然後它能夠有 那個小書桌 它看出去是很舒服 因為外面有個小公園 OK 現在我們看到的主臥室 真的就是非常貼心 而且是為屋主量身打造 完全量身打造 對… 因為我們在這個空間 給它一個休憩區在室內 還有一個戶外的休憩區 它是景觀的陽台 因為它是毛胚的關係 所以我們把空間塑成比較大 也就是說我們的牆 隔的位置沒有對到涼 所以你說這一面嗎 對 讓它往後退之後 空間變大以外 我們還得到一個 閃涼之後的一個間接照明 而且這樣看出來 這主臥的電視牆 就有一個那種框的感覺 對 它的底牆自然就出來了 這倒是一個很棒的方法 無形中也爭取到 這個比較大的空間 你看這個走道很舒服 豪宅的氣勢 不過我想要跟大家看的是這一個 這個是主臥更衣室對不對 對 我說這根本就是 國際精挺級的一個更衣室 是啊 因為在這個空間 我們希望它有 每件衣服 每個格子都有燈 燈的方式 我們又不希望就這樣隨便弄一弄 所以我們的燈的方式 是有造型的 這個長燈是有造型的 這邊倒了一個斜角 對 倒一個斜角 你就不會有壓迫卡 這厚實感還是存在 對 然後再加上我們每一個櫃體 它都是跟我們公里浴 跟起居室那邊一樣 都有這些框 然後這個鏡子是希望 這個厚實感的往後退 厚實感存在 對 它比較輕一點 然後又精品的感覺 對 你知道嗎 根據我們這種 婦女觀眾朋友的票選 所有觀眾朋友看幸福空間 真的 女生都好喜歡看這個更衣室的部分 特別是像今天的這個梳妝台 它本身就讓我覺得我自己是貴婦 對 因為我們每一個 放平民罐罐的地方 通常很雜亂 然後我們希望它平民罐罐 都是新的 所以在背面我們用一個透光瓶子 打燈 質感好好喔 透過玻璃罐出來 這玻璃罐就會覺得 這個好像就算是空罐子 還是感覺它是很值錢 所以有這麼棒的一個 精品櫃的部分 讓你在收納的時候 你自己本身也會特別去維護 它的整個乾淨整潔 還有擺放的一些這個位子 好 看完這個之後呢 接著我們帶各位去看的是 它的主臥衛浴 這個主臥衛浴也是 衛屋主的需求 完全200%量身打造的喔 我想也只有衛屋主的喜好 所量身打造的主臥衛浴 才可以這麼有質感 然後顏色用得這麼的優雅 是 它不但大 而且這個屋子我們 放了五間的衛浴設備在裡面 怎麼可能 要五間喔 因為我們把用人的也分開 OK…用人的也分開了 對 然後客人 也不用用到私人的廁所 客人的也分開 好棒喔 好 那這一間就算是 主人的專屬空間喔 對 那這個主臥浴室 我們刻意把它放大 放大的好處就是 我們可以有四件式的衛浴設備 也就是浴缸 淋浴 馬桶 臉盆 臉盆區又夠大 我們做成雙臉盆 這就是我們那種 我們常看到國外旅遊頻道 那種頂級豪宅所擁有的衛浴空間喔 是 OK 那它還有一個降板浴缸耶 對 它其實不是降板 因為我們希望它的浴缸台呢 對齊窗台 所以我們先抬高再往下降 那浴缸也不會覺得那麼高 那有一個往上走的感覺 去泡澡呢有點像那個 很舒服要入浴的感覺 然後其實這樣子也可以剛好把窗外 整個你說這是一個景觀豪宅的view 對 泡澡可以看河景 OK 今天的河岸景觀宅 讓倩雲非常喜歡的是 公司領域的動線規劃 讓客人與家人之間呢 都能夠彼此不受干擾 而且張設計師迎景入室的巧思 也讓屋主呢 能在公領域的每個角落 都欣賞到河岸的景色 同時設計師也利用了這樣的景觀優勢 打造出開闊的空間視野 與景品豪宅的享受喔